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在法居经故事里面 我们能够了解佛陀时候的 一些真实的事件 尤其是很多是佛陀的弟子们 他们遇到佛法的学习 修行的真实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 这些故事都是很宝贵的 而且读起来非常的亲切 所以在法居经里面的故事 让我们就像在断去佛陀的时候 同样 所以从这些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非常 扑着的这样的一种 实际的状况 没有任何的修饰 所以有一些的开示 也都是非常简洁的 那也让我们从这一些的故事里面 更有这种跟我们生活 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种实际感觉 所以我们也更能够深入的去体会 佛法实际上 也就是在我们身口一三叶 在我们的生活起居里面 那怎么样子能够实际的运用 让我们可以有一种 从心里展现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种真实的体会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 故事里面的第七品 也就是第七个类别 那这个题目呢 是以欧罗汉品这样的名称 也就是收集了很多在佛陀的时候 正道欧罗汉果的圣地子们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修行法门 或是他们有正道圣果的时候呢 他们有哪一些的行为的特质 那这里的故事呢 我们就要提到的是 第七品里面的第七个故事 也就是一眼失明 就是指着一位很小的一位小孩子 那么他正道欧罗汉果以后呢 他所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跟他有一只眼睛 受伤 受伤 失明 有关系 所以用这样子来作为 他的名称 就是这个故事的题目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是叫做一眼失明 就是有一个眼睛呢 就是失明 就是受伤了 那对照这个故事的法语啊 因为我们在读法剧经的时候呢 有的是只有收集法剧 有的呢 就是把法剧配合一个故事 来互相对应 那我们现在所读的就是法剧经故事集 所以又有法剧经 也就是佛陀快开示的时候 他很简短的这一些的内容 然后配合的故事 就是一眼失明 那这个法剧呢 是第九十六句 因为这一品就是欧罗汉品 所以法剧的开示 也是让我们知道欧罗汉的特质 所以这里的法剧的内容 就提到说 欧罗汉的身口意清静 欧罗汉智慧具足 究竟解脱 究竟极静 不受生命中的得失左右 从这一句的法剧里面 让我们知道欧罗汉的特质 也就是欧罗汉所证悟了以后呢 他有哪一些的境界 那第一个所提到的就是身口意清静 那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呢 常常都会提到说 清静啊 没有烦恼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修饰的状况 用清静来修饰 就是形容一个证悟的人呢 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他用清静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清静本来我们在一般世俗里面呢 我们就会来形容说 这个地方很清静 我们会想到说 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清晰的 很清幽的 就是没有杂染啊 没有这一些的这种 好像让我们觉得非常厌恶啊 这一些的状况 那用清静来形容一个人的身口意 我们说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一种身体的动作 还有他的语言 从口里面讲出来的话的内容 或者是讲话的态度啊 讲话的这种语气 那还再加上意 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啊 念头啊 或者是我们情绪啊 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一个人 他有动作的时候呢 都是透过这三种的 这种好像层面啊 表现出来 所以一个是身体啊 一个是我们的口 就是我们讲话 一个就是我们的念头 所以身口意三叶 那用清静来形容的时候呢 就是表示说 我们透过这三个方式 所做的行为呢 基本上呢 不会伤害别人 也不会让人家起烦恼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 也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呢 我们应该都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很小心 而且会有一种自我的观察 那尤其是我们所 这个所做的这些的动作 我们就要有一个 比较一种 维系的观察 就是不是任性的 而是用一种 很清楚觉知的状态 在做我们的身口意三叶 所以这里提到说 欧罗汉的身口意清静啊 那就是表示说 正道欧罗汉果的一个圣者啊 他是从修行下手 那修行的基本呢 也就是要常常能够觉知 自己的这一些的行为啊 乃至我们心里 自己的想的东西 还有我们心里的这些的状态 所以一句我们平常 好像蛮熟悉的 也不会特别注意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当作一种 学习的对象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 很维系的去体会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好像佛法呢 也是就呈现在我们的 所有的身口意三叶里面啊 那整个修行呢 实际上也是要我们 趋向能够清静啊 因为相对的 也就是我们 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啊 我们比较不愿意 自己去观察我们自己 或者是好像委屈自己的 感受啊 情绪啊 我们都比较会叫做任性 所以我的感觉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就是要怎么样子 来把它反应啊 表现啊 那欧罗汉呢 就是正好 是站在能够自我观察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能够达到清静 那第二个又提到说 欧罗汉的智慧具足 那这里呢 我们也是对于智慧 平常也是 蛮常常听到的 这个人很有智慧啊 那大部分呢 是表示在一个人 他很聪明啊 或者是他对一些事情呢 就是反应很快 那在这里的 欧罗汉的智慧呢 我们能够了解的 第一个 他能够观察事物的真相 也就是 所有的世间的这种 互相之间的关系 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缘来合合的 所以他能够观察这一些的实际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说 因为这一些因缘的变化 然后就起这种 我们说忧悲苦恼的这些的反应啊 而且在智慧具足的时候呢 他也能够观察事物 既然是因缘来合合的呢 那就不会起执着的心啊 就是因缘成就了 那就是会好像展现成 一个事物的呈现啊 那如果因缘变化了 也就是说 那我们以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桌子啊 那买的时候是全新的啦 那色泽啦 跟他的形状啊 我们都觉得很满意 可是用久了呢 就开始脏啦 然后色泽也退啦 或者是乃至 这个桌子呢 就开始变形了 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啊 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会舍不得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个心里呢 就会觉得好像种种的这一些的 这种不愉快啦 那这一些呢 也就是我们对外境起了这样子的一种 执着的心而没办法去接受 就是有一些的因缘的变化 那乃至有一些是更加的一种 人世间的那这些的关系的变化啦 或者是我们想要成就的一些事情的这一些的理想啦 那我们的心呢 总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执着要趋向哪一个目标啦 可是在变化的过程 我们可能呢 也没办法去调整自己 所以在这一些的反应里面啊 也就是在考验我们能不能对真实的现象 有一种能够适应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啊 那这里呢 也就是欧罗汉能够正道的智慧啊 能够表现出来的 所以下面接着又提到欧罗汉的特质呢 就是究竟解脱 所以这个部分的解脱呢 也就是欧罗汉 他的主观的这种内心对外境的这些的变化 他就不会起贪、称、吃啊 这些的这种我们称作根本烦恼 就是贪呢 我们会想要就是取得我们喜欢的 那称的呢 也就是我们要排斥我们不喜欢的 那这一些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平静的障碍 所以我们的心在追逐这些贪、称的这种情况啊 基本上他就是一种无名 也就是吃 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 那这样的情况呢 他就是造成我们的心 那经常也都是在这一些的状况里面起伏了 所以下面就紧接着说 欧罗汉他是究竟解脱之外呢 又究竟极境 所以这个极境的状态也是指着心 能够没有受这一些烦恼的波动啊 所以心随时都是保持很安定的 那即使有外境的这一些的对境的影响啊 那也都是能够观察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心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一些的波动的影响啊 所以说最后一句呢 来形容欧罗汉的特质啊 就是不受生命中的得失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生命 这些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好多的这一些的对境 有的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那这个就是得啊 就是本来我们就是喜欢能够获得的 那有的呢 就是我们得不到的 那就是失啦 或者是我们本来已经得到 后来呢 又变化了 乃至失去了 那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呢 通常我们心里也会有这种起伏不定啊 那因为得了我们会高兴啊 那失了呢 我们就会痛苦啊 悲伤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 就不定了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欧罗汉的境界呢 实际上讲的都是我们 辞职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 谈到佛法 那为什么 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 提升我们生命的宽度 广度 跟深度啊 主要的 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生命里面 真实的状况 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佛法啦 其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事情 说我们四名来面 可以观察我们自己有什么状况 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心来 可以清楚的观察 还可以安定 所以这句话的这个法句的开示 实际上 也就是让我们从凡夫众生里面 去对照 一个欧罗汉的圣者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 趋于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这样对照对照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让我们 就是起一个向往 能够来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的 种种的这一些的 比较远离圣者的状况 能够加以提升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对照法句的故事 就是应该就是针对 这个欧罗汉的所正道的这样的境界 那尤其是最后一句说 一位正道欧罗汉的圣者 他不受生命中的得失的左右 因为这个故事 他的题目就是一眼失明 这等于是说 一个人的眼睛是最宝贵的 我们说是灵魂之窗 那连眼睛 两个眼睛都失去一个眼睛 那这个是多么严重的损失 等于是我们看 就是两个眼睛只剩下 一个眼睛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损失 对欧罗汉来说 他也不会造成 对他的生命的这样的起伏的影响 所以我们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一位 失去一个眼睛的主角 就是一位小孩 那在故事里面提到说 原来他是只有七岁 然后呢 因为他生长在一位 就是佛教家庭 尤其是他的父亲 非常渴望他能够出家做沙咪 所以他就非常的鼓励他的儿子 能够出家 然后呢 这个小孩呢 应该也是很有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呢 他在梯度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学习禅修 所以就有一个 就是让他能够修禅修的一个专注的对象 像我们讲的 就是一般禅修的方法 就是佛陀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个对象 一个是我们的呼吸 那一个呢 就是能够观察 这个我们的身体 他的变化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白骨观 所以就是不静观 那在故事里面 是没有明确的讲到 这位小孩 他禅修的 惯想的对象是什么 不过呢 就提到说 他非常的用功 而且就是专注观想 这个禅修的对象 就等于是训练他的心 一直都很专注 在他这个禅修的这个对象上面 所以呢 在他梯度之后呢 他非常的专注 结果呢 他就马上就正到欧罗汉国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就是他的用功 跟他过去 他前世的这种善业的基础 那这个故事的主要的内容 也就是提到说 当这位小孩 他正到了欧罗汉国以后 那其实他的生活行为 也都还是一样保持一样 所以呢 他有一个就是师父 也就是说一个长者 尊者的这个长辈 他叫做提摄 那这位沙咪呢 他应该就是当他的侍者 所以呢 他就陪伴这个尊者 提摄尊者呢 那么有一次呢 他们因为要去就是领礼佛陀 所以就从他们所住的金色呢 就一路呢 就要去礼拜佛陀 那在这个路上呢 他们就住在一个这个好像挂丹的一个寺院里面 那么这个晚上呢 这个尊者 提摄尊者 他就睡了 那这位小孩啊 这个沙咪 他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那他呢 整晚呢 就守在这个长者的旁边 就没有睡 然后到了清晨的时候呢 他才好像有一点点就是 有一点累啊 他就睡了一下 结果他在睡的时候呢 这个提摄尊者啊 他就醒了 因为早上了嘛 所以他醒来 那他不知道说这个小孩呢 他是整晚没睡啊 只有在清晨的时候才刚刚入睡一下子 所以当时呢 这个提摄尊者 他就看着这个沙咪睡着了 他就想说 这么晚了还没有醒来啊 所以他就要把他叫醒 然后他叫醒他的时候呢 他就用他的扇子 因为印度很热嘛 所以他们常常用那个棕榈树啊 或者是这个比较大的树叶啊 就做成一个扇子 大概很紧便的这样 那他就用这个扇子去 好像要去叫醒这个小沙咪啊 结果他一不小心啊 就是这个扇子呢 就碰到这个小沙咪的眼睛 就把他打伤了 然后这个小沙咪就醒的时候啊 他就因为眼睛很痛啊 所以他就用他的一只手呢 就去遮着他的这个受伤的眼睛啊 然后呢 因为他发现这个提摄尊者已经醒了嘛 所以他作为一个侍者啊 就赶快要去打水来给他洗脸啊 还有呢 去打扫这个金色的清洁啊 所以他都用一只手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尊者呢 就看他 怎么拿水给他才用一只手啊 然后做事都用一只手啊 就告诉他说 你这小孩子 你应该对长辈要尊敬都要用双手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沙咪呢 他遮着这个眼睛啊 可能这个眼睛受伤又流血啊 然后尊者呢 才看到说 这个小沙咪的眼睛根本就是受伤了啊 而且是他自己的舒服把它弄伤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尊者啊 他心里就真的是有一个感动啊 然后他就观察啊 就是哦 原来呢 一定这个小沙咪啊 他已经有正到一个境界啊 所以他在受伤之后 也没有生气 然后受伤之后 他还是可以 一样不动声色的这样子操作 他应该做的这些的事情啊 这表示 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我们要是眼睛被受伤 不只是说小孩子会哭啊 大人也会生气啊 我们就是发脾气啊 然后就是很多的这些的情绪反应啊 可是这个小孩子都没有啊 而且还这样镇定的在工作啊 所以这个提杀尊者呢 他就深感就是欠就啊 而且他对这个小孩子呢 也非常的就是赞叹啊 所以他也跟他道歉 但是这个小沙咪呢 也告诉这个长者啊 他说其实也不是这个长者的错 那而是夜报 所以这个是小沙咪呢 他自己本身呢 真的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他能够真的看到 一个事情的真相啊 那至少呢 他也没有责怪这个长者啊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让这个提杀尊者啊 也特别的感动啊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内疚啊 可是后来呢 就是他们啊 能够真正抵达到佛陀那里去 顶礼佛陀的时候呢 那佛陀他观察他们在路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他就想就讲说 欧罗汉呢 他不会对人动气 欧罗汉呢 他能够控制他的感官的冲动 内心究竟宁静安详 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呢 在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小沙咪呢 他实际上已经正到欧罗汉果呢 他就是表现了欧罗汉果 从内到外 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都是寂静的 安详的 那对一切外境的这一些的 这种伤害呢 他也不会动怒的 那我们好好的体会这样的一个境界吧 那我们也把我们学习功德来做回向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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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 205 666 012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若是关怀 不食懂物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 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七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苦伟镇新南里 逐为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